一个邪恶的屠夫求爱不成 便要杀死自己爱慕的女子 不料就在这时 屠夫养的一只黑猩猩突然发狂 只见这只黑猩猩好像痛乱人性 抱起这位无辜的女子就要逃离此地 这时警察突然赶到 随着几声枪响 黑猩猩受伤摔下楼梯 但他又立刻起身和屠夫撕打了起来 双方越打越凶 直接从地面打到了地板之下 此时一把斧头高高扬起 随即又重重地落下 随着一声闷响 一切又弯来俱静 黑猩猩随后爬出了地板 手里还拎着屠夫的头颅 此时一位女观众顿时被吓得惊声尖叫 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戏剧表演 之后屠夫的扮演者也走了出来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是位于巴黎默格街的一家 专门上演敬奏戏剧节目的剧场 老板西塞从已多年 是一位颇为成功的剧团团长 刚才那个美丽的女演员名叫马德林 还是西塞团长的妻子 西塞的生活和事业本来一直顺风顺水 他常常被一个可怕的噩梦惊醒 总是梦到一个头戴面具 手持力斧的人正在追杀他 还有就是剧场的绳子突然断裂 一个人从楼上摔了下来一命呜呼 就在这段时间 默格街接连发生了几起离奇的命案 首先是团里扮演黑猩猩的演员 突然被人杀害 而且凶手杀人之后竟然还代替那位演员 穿上黑猩猩的道具服装 在舞台上堂而皇之地表演了一场 结果他的演出还颇为成功 因此本地的探长断言 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剧团里的成员 第二名受害者是一位美丽的女性 此人原先也是剧团里的一名演员 而且还和西赛关系暧昧 综合两起命案的特点 探长发现两位死者都和剧团有关 而且死前都被凶手又一种强酸液体毁容 警方很快盯上了一位 经常在这一带神出鬼没 而且还戴着面具的男子 但此人身手矫健 警方一直也并未抓获此人 后来有一天 马德琳外出时 偶遇了一位神秘的男子小丑先生 小丑说他非常崇拜马德琳是他的重视观众 之前还曾为马德琳送过一朵兰花 谈话间 小丑的风趣和幽默逐渐让马德琳放松了警惕 小丑接着又说 马德琳笑起来很像他的母亲 他理应更进一步 成为像他母亲一样的伟大的演员 他倒是认识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以为马德琳的演艺事业出一辟之力 说完之后小丑扬尘而去 而他的车里正好坐着那个戴着面具的神秘男子 就在那天晚上 马德琳又做了那个可怕的噩梦 再次摸到了那个戴着面具 手持力服的男子 他被吓得夺闷而出一路狂奔 而那个男子则在身后紧锐不舍 马德琳最后逃到了一处宁静的林音大道 就在这里 他看到了小丑那辆神秘的马车 他惊恐地大声呼叫 向马车里的人求助 马车随即打开了车门 里面的人正是那位小丑先生 随后马车将马德琳带到了一处豪华的别墅 随着别墅大门的打开 那个神秘的面具男再次出现 马德琳恍恍惚惚地走进了别墅 这里的一切好像似曾相识 但又充满了神秘和诡异 只见诺大的客厅里 竟然放了两口圣人的石棺 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的女人 缓缓从石棺里坐立了起来 他貌似想要拥抱马德琳 但随后又躺了回去 画出了一具可怕的骷髅 这时马德琳也从这个可怕的噩梦中 进行了过来 他将这个噩梦告诉了丈夫西塞团长 西塞听后立刻告诉马德琳 那个房子正是他的母亲海伦的住所 马德琳小的时候 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因此留下了一些残存的记忆 后来在马德琳的一再尊问下 西塞终于讲出了马德琳母亲海伦的一些往事 当时海伦是一位当红的演员 也是一位单亲母亲 西塞团长和他的一个合伙人马洛特 都很喜欢海伦 不过海伦一直比较喜欢马洛特 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不料就在那时 马洛特在一次演出时发生了意外 不知是谁把道具硫酸换成了真的硫酸 结果导致马洛特的容貌被毁 虽然这并非海伦的错 但事后海伦还是非常的内疚 他不但没有嫌弃毁动了马洛特 反而愈发坚定的想要嫁他为妻 结果不久之后 马洛特突然发了疯 他亲手杀死了海伦 然后自己又喝下毒药 为罪自杀 这便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听了母亲的往事以后 马德琳的精神状态愈发糟糕 那些可怕的噩梦越来越平凡出现 只是这一次 她的噩梦里又多了一个人物 那就是她的母亲 将于马德琳精神不佳 剧场的演出也值得终止 就在这时 探长的调查也终于有了进展 他怀疑那个名叫马洛特的剧团合伙人 就是连环命案的幕后凶手 但其在听后立刻否认 因为马洛特早已死亡 他和探长都曾亲眼所见 探长于是解释说 就在前几天刚刚又死了一个人 那人曾经也是剧团的成员 后来离开了剧团 以在街边表演活人埋葬 死而复生的把戏为生 他有一种秉弃宁神 让自己处于假死状态的绝技 很可能他将这个绝技 交给了马洛特 因此马洛特用这个绝技 骗过了大家 让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亡 不再追究他的行事责任 然后他又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制造了这几起立即的命案 然而现在 马洛特的棺材已经不知去向 所以探长也无法开关验尸 证明自己的推测 另一边 马德琳后来终于对噩梦忍无可忍 有天他和女仆一起 来到了老母亲的住所 想要一探究竟 结果就在这里 他再次遇到了那个神秘的小丑先生 不过这一次 小丑变得有些口无遮拦 面露胸象 他口口声声说 自己很喜欢马德琳的母亲 也很喜欢马德琳 结果小丑此举 还把随心的女仆吓晕了过去 马德琳也被吓得一路逃之夭夭 随后西塞也赶到了这里 小丑便告诉西塞说 马洛特还活着 原来正是小丑和马洛特 费尽心思将马德琳引到了这里 所有命爱的元凶 也正是马洛特本人 两人随即爆发了冲突 结果最后小丑被西塞所杀 随后西塞也终于见到了马洛特本人 时隔多年固有相见 可两人之间却并不怎么友好 似乎有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马洛特好像依然爱着海伦 只是现在这份强烈的爱 已经投入到了海伦的女儿 马德琳的身上 西塞赶紧提醒马德琳 这个人早已发疯 而且是他的沙姆仇人 马德琳赶紧挣脱了马洛特 随即西塞上前和马洛特爆发了冲突 最后还是西塞技高一筹 在马德琳的帮助下掐死了马洛特 并将他的尸首放进了客厅的那口石棺之中 两人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 然而无论是小丑还是马洛特 全都并未真的死去 随后西塞等人发现 刚刚放进去的马洛特的尸首 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具骷髅 西塞惊惧万分 惶惶不安 那天晚上他特意喝辣一些 他醒来时发现 他们夫妻全被带到了舞台之上 小丑和马洛特却坐在台下放声大笑 原来马洛特当时顾忌宠师 用那个人教他的秉吉宁神大法 骗过了西塞和马德琳 如今他已经将马德琳催眠 他要当着马德琳的面 揭穿西塞这个道貌安人的伪君子 原来当初将流算道具 偷梁换住的正式西塞 他因为嫉妒海伦和马洛特相爱 这才出此下策 结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马洛特虽然面容被毁 但海伦却并不嫌弃 反而想要立刻嫁给马洛特 结果西塞愈发恨的咬牙切尸 既然得不到海伦 他便心生杀念 要亲手毁了这个女人 案发当日那天 马德琳就在现场 并且亲眼看到了一切 随后在马洛特的引导下 马德琳这才一点点的 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形 当时年仅七岁的马德琳 正在剧场玩耍 在婚案的道具间里 他突然看到一个人 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母亲 那件事也在马德琳的心里 留下了阴影 成了他日后噩梦不断的意识来源 后来西塞威胁剧团里的几个成员 让他们发誓 将海伦的死 说成是被发疯的马洛特所杀 马洛特知道自己白口莫辩 难逃冤狱 便索性将计就计 上演了一场未罪自杀的好戏 随后他又以此为掩护 将那些曾经发誓 污蔑他的团员全都杀死 小丑因为当初不肯发誓 污蔑马洛特 不得已离开了剧团 最后反而成了马洛特 复仇的好帮手 一切都明了以后 马洛特也毫不犹豫的 一斧头接过了西塞 无料就在这时 探长突然带人赶到 马洛特立刻逃之夭夭 然而事到如今 马德琳的噩梦 依然并未结束 话说自从团长被杀以后 马德琳后来也并未离开剧团 后来有一天 马德琳登台演出时 马洛特趁机杀死了 那个扮演黑猩猩的演员 并将自己扮成黑猩猩 登上了舞台 他要在重目回归之下 带走自己心爱的女人马德琳 马德琳自然非常抗拒 他撕心裂肺的大声疾呼 人们发现事情有些不太对见 便赶紧上前 开始抓捕这个奇怪的黑猩猩 此时探长远文迅赶来 剧团立刻乱走了一锅舟 只见黑猩猩伸手矫节 上钻下跳 众人皆无可奈何 最后马洛特逃出了剧院 再次消失的无影无踪 但随后不久 他又出现在剧院 找到了马德琳 原来马洛特虽然暴打血海深仇 但这对他来说远远不够 他还有另一个目的 那就是为了自己早已奉天的爱情 因为马德琳长得 实在太像他的母亲海伦 马洛特早已将对海伦的思念 转嫁到了他的女儿马德琳身上 他一定要得到马德琳 以便围捕当年心灵的缺憾 可在马德琳看来 这个男人早已因爱发狂 变得不可理喻 马德琳于是抄起斧头 砍动了剧院的安全绳索 马洛特最后跌落在地 就此一命呜呼 这场多年的恩怨情仇 也终于到此了结 然而马德琳的噩梦 却依然并未结束 有天那个神秘的小丑 突然闯到马德琳的房间 他再次送给了马德琳一朵兰花 随着马德琳的一声尖叫 电影这才终于结束 本片总体上 算是一部不错的 《哥特权音》电影 虽说是改名字 艾伦波的同名小说 但其实已经改得面目全非 只剩下了电影的名字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简单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